wwwww Hello大家好我是Hu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啟鈴鐺 感謝你們 好的那這一期要來試玩的是這款 次之劍 刺色的刺 這邊是Red Soul 這邊可以選擇語言 這款遊戲是國際服 所以有多國語言這樣讓你選擇 那我們就用繁體中文 開始吧 這款遊戲不是新有 不是說最近的新有 沒關係還是來玩玩看 會不會太大聲 不知道先點一下吧 中央的劍被破壞後 即代表遊戲結束 那我要怎麼攻擊敵人 點擊喔 它是有點像素風格 隨著遊戲 小聲一點點 隨著遊戲的進行 劍的大小也會隨之升級 升級 那我要怎麼操作 一直點嗎 所以這是一款點擊的遊戲 找不太到我的話 鼠標欸 敵人只在右邊是不是 然後 目前沒有幾能 我可以按著螢幕就好 我可以按著螢幕就好 不用一直點 我不用滑鼠就點了 我就按住就好 先把這個大史萊姆給幹掉 看起來我們是要保護哪一把大劍 OK 火關 那我的大劍百分之百啊 不是百分之百 一百分之一百 好像沒受傷 這是第一關 然後獲得這個 這兩個道具 一個看起來是金幣 然後這個是劍魚 大概是新的技能吧 然後我們選擇這邊可以裝備 OK 稍微大聲一點點 那第一關通關啦 點第二關 敵人數量是87 哇這邊那個 它上面有一個廣告 喔原來我想說 我想說為什麼上面會有一個白白的東西 那這款遊戲是有那一種 廣告霸條的齁 你們看到就知道這個遊戲是這樣子 有的遊戲是會出現廣告 然後有的遊戲是會強制性看個五秒廣告 那目前為止這邊會出現一個藍尾 廣告藍尾 那剛剛那個是奇蹟的廣告 那史萊姆是第一關嘛 那第二關就有老鷹 還有雞還有兔子 哈哈 那我們劍魚是 喔 劍魚是 你們看一下左上方 藍色的霸條 如果滿的話 它就會放出劍魚 這個技能 從天空中 跑出很多劍這樣 應該是有漏掉啦 沒有關係漏掉就漏掉 少6滴血 那你盡量不要少血吧 因為少血的話 我看一下那個留言 就是 Play商店上面有留言是說 好像會重來是怎麼樣 不知道 好通關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廣告 那遊戲也是要生存嗎 那如果它沒有商城課金系統 那就必須靠這個微博的廣告收入 那個只有一點點錢而已 大概都是零點 零點多 相信我只有零點多 哇這個老鼠越來越厲害了 哇我撐得住嗎 撐得住嗎 撐得住嗎 撐住了 有BOSS要來 一個大老鼠 沒辦法擊對他耶 好強喔 我要輸了我要輸了 我要輸了 啊 爆炸 我輸了 我的劍毀了 那這個遊戲失敗是必然的啦 因為沒辦法補血嘛 然後就退回上一關嘛 還是從第一關開始 看看它怎麼說 請點擊 死亡後會失去金幣及技能 這麼過分喔 呵呵呵 新手教學結束 獲得了冒險之劍 冒險者之劍 還有冒險者斗篷 好 以下內容 即使遊戲結束 也不就是我們關掉之後 它也可能有抓到 我的內建的一些帳號吧 我在想 因為我 從剛剛到現在 我沒有輸入帳號 沒有登錄嘛 然後也沒有取ID嘛 都沒有 它就是一款小遊戲 然後會有上面 會有小廣告的小遊戲 OK 點擊這個狀態 然後裝備 我們剛剛獲得斗篷嘛 還有那個鍵 這邊 簡單的教學 那上面的廣告 你就稍微看一下就好啦 就奇蹟 MU Cross 一直有在打廣告 那至於好不好玩 呵呵 玩玩看就知道吧 那這邊是畫質喔 看一下 喔 就像素的差別吧 我覺得是像素畫比較嚴重還是怎樣 然後可以關掉音效音樂吧 齁 那就一款小遊戲吧 你要它應該是沒有任何課金啦 我連帳號ID都沒有耶 這個什麼東西 拍照 好嗎 不知道耶 按一下然後就卡住 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它什麼意思耶 是先暫停的意思嗎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也不知道 點了沒反應 OK我又看上面的廣告 這是那個 那個 最近常玩的 你們有興趣也可以玩玩看 好 英雄王國 Kingdom of Hero 這邊的話 只能先選第一關 開始吧 至少開始之後就沒有廣告了啦 那史萊姆啊不用說了 我們應該是穩贏的啦 點擊會不會好一點啦 點擊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點擊可以瞬間移動 我如果滑鼠這樣點點 沒那麼靈敏 OK 獲得了兩個箱子 這兩個 我點了沒反應耶 反正一個 看起來像金幣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欸有啦 投資小刀喔 它這個沒有反應應該是 金幣吧 其實是 好嗎 這是新的技能 我們剛剛 遊戲教學是學那個 鑑魚嘛 就 就鑑魚 也不知道 有那麼強嗎 好像沒有 喔 投資小刀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用滑的 沒那麼快 然後點的比較靈敏 比較快一點 獲得了這個 一樣是金幣吧 這邊加 加金幣 然後第三關 還有支線耶 支線耶 可以選支線 是不是有Logelike的玩法 直接讓你選擇 對 我們剛剛是 失敗在第三關 這是屬人 還有護盾 過分啊 我看這款 這是一款很忙很忙 動作手遊 你的手指可能會很忙 就是你的手機螢幕有沒有 你一直戳它 一直戳它 把螢幕戳壞 這隻應該不會再贏我了吧 沒辦法擊退啊 因為它有盾 碰到我們的刀會 稍微撤退一下 我們這隻應該能贏啦 但是我們HP也掉了 不少 61 得到了一個法杖 還有一本技能書 這我們剛剛有學啊 然後你的那個 自動攻擊 暗影鍵 喔 暗影鍵 LV3有出現一個自動攻擊 暗影鍵 我有不知道幹嘛的 這邊你可以去商店 然後還有通關這個 我們去商店的話可以幹嘛 購買道具喔 鐵匠布 可以升級我們的道具欄位啦 還有技能欄位吧 我在想 理論上我現在有錢嗎 300多塊好像沒有耶 都沒有不夠錢 這邊都要1000多 沒有錢 啊窮啊窮 這通關1是通關一次嗎 好像是耶 可以再打一次就對了 然後還剩87是隻怪吧 哇哇哇哇哇我是劍神吧 齁 然後 又獲得這個 劍羽 不裝備 可以賣掉嗎 喔 通關2了 通關2次 齁 用次數來 來看 打不過就往前 就回到之前關卡去練功吧 我會想 我現在有自動攻擊 自動攻擊是怎樣 不知道 我現在有那個雷射棒 F雷射棒 還有劍羽 就是我現在有三個技能 簡單說有三個技能 一個是 頭子小刀嘛 全方位的嘛 然後劍羽是從上往下射 然後雷射棒是發射雷射光吧 咻咻咻 好 得到了一個戒指 技能環 不知道幹嘛的 欸他準備顯示技能環要給我幹嘛 那我現在LV4 這個5 等級5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過 反正就往我看吧 我們這個功能列可以先縮起來啦 雖然 應該沒差吧 反正我的畫面 因為YouTube他是 寬螢幕嘛 那我們手機是長條狀的 你一定要加邊框 不然那個影片就 會變成低解析的 齁 給大家知道一下 覺醒是我的經驗值嗎 我不知道呢 我覺醒那個紅霸條 這把好像是一個法師 反正我是不會受傷的 我只會 一直打 那我的劍會受傷 我的劍爆了 我就失敗 失敗他說 近點會不見嗎 好像近點會不見 然後前點會消失 欸這關還好沒有很難 戰鬥結束後 回復HP 喔那可以啊 那我現在魔藥 獲得了魔藥 我還好裝備嗎 我都沒裝備啦 這1就是 裝備的 裝備的意思 繼續 大概玩個十七八分鐘好不好 再玩一下 就是你把它當作是一款小遊戲就對了 無課金系統 無傷層系統 那目前沒有強制性廣告 只有在通關的時候 上方會出現一個廣告霸條 那要是我是還能接受啦 我比較不能接受就是玩到一半 然後要看五秒廣告那一種 有的還更過分 叫你看十幾秒廣告 通關就叫你看廣告受不了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很多遊戲 小遊戲啦 都會這樣子 這愛心是什麼 這個嗎 補五哥學嗎 也許吧 我剛沒有認真觀察我剩多少學 那前面的話都還不會太難 你可以 輕鬆過 我覺得會玩到某個地方就 卡關然後就只能重來了 就只能重打 那我目前還不用 還可以繼續 繼續通關 這邊是蘑菇嘛 還有烏鴉是不是 老鷹 這個蘑菇有點醜 還有那個蟲蟲 在空中有什麼醜嗎 看不懂 我發現我打久了有點頭暈耶 想吐嗎 怎麼辦 怎麼辦 這樣晃來晃去 發現奇怪怎麼頭暈 這是什麼馬 獨角馬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有什麼錯話 因為我突然覺得頭暈 太晃了 一直盯著那個螢幕看 這樣飄來飄去 好啦那整個遊戲的玩法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保護我們這把大劍 然後上面會有廣告條 如果你們能接受的話就玩玩看囉 好 點擊可以幹嘛 選擇關卡嗎 OK那這一款刺織劍的試玩就先到這邊 我一樣會把那些下載連結啊 資訊放在我的YouTube下面 有興趣的人再下載來玩玩看 那算是一款小遊戲吧 有點像素風格的遊戲 那玩法上非常簡單啦 就是點著螢幕它就會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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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那些怪 然後保護你的大劍 然後一樣會有RPG元素 裝備啊技能啊什麼的 OK那這一期的遊戲是玩先這樣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待過 其實我是哈姆的